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已知 fx是這樣的一個函數 他說fx在整個時數上都是可為的 那麼他問a加b加c等多少 我們一看的話 fx在x大於0的時候是一次函數 這一定可為 在小於0的時候 它是二次函數 也一定可為 那現在不可為的情況 可能只是在x等於0那個地方 所以你如果要這個函數全部可為的話 也就要求在x等於0那一點也可為的話 那麼這個函數在整個時數上就可為了 現在如果fx在x等於0這一點可為的話 他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在x等於0這一點他要連續 他要連續的話就是說 他的那個左極線 在x等於0這一點的左極線 x趨近的0 左極線是這個 fx 要等於多少呢 等於右極線 我會讓你測試 我測試一下 x趨近於0正 這個x 要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那是0 該點的函數值是-1嘛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當x趨近於0正的時候的話 就帶這個 也就是說這個等的話 這個是等於x的話帶0 這樣的話 這個就等於a 所以a的話等於-1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你把x帶0 這是左極線 這是左極線 這個是 左極線應該是帶這個 這個的話 x帶0 這是c 這個極線 就是說現在 函數圖形的話 是這樣子 當x大於0的話 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是一次函數的圖形 這樣子 那a 生物不曉得 不過它斜率是1 那x等於0的時候的話 它是等於-1嘛 等於0來說-1 那x小0的話 它是一個二次函數 那往口也向上 那可能的話呢 是這樣子 可能這樣子 隨便的話 這樣子 這不包括 好 那我們現在要求什麼呢 要求x 在x等於0 這一點連續的話 就這一個的話 要把它拉下來 這要把它拉上去 我把它拉下來 再拉上去 也就是說 這一個它的結距 結距就是a 結距必須是-1 那這二次函數呢 它的結距也要等於-1 就是長數 這要-1 也就是c要等於-1 那這個的話 就帶這裡 你把x帶領 當x帶領 這f不少 就等了 a 這a 這是a a的話 我要求什麼呢 要求它是等於-1 所以這是a 那這樣我就得到 一個什麼呢 一個關係式 就是說 a等於c等於-1 不一樣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就 就黏著 黏著 這個下降了 黏著 這個上去 那這樣的話 這個函數就連續了 好 那函數連續的話 是不是一定可為呢 那不一定 它可能呢 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不可為 那你如果要求可為的時候的話 就必須什麼 必須 在這點上面的話 它的那個 左邊 它的導函數 就切線斜率 跟右邊的導函數 切線斜率 要一樣 好 那就是說 我要求這個二次函數 這曲線 再領這一點 它的斜率 要等1 要等1 因為這一條直線 它斜率是1 你就說我 什麼呢 我 F 導函數 這是x 這等到3 這是等這個 我以為它是2x 加上b 這是x 小0的時候 我 我 要求這二次函數 在這一點上面 它的切線斜率 要跟什麼呢 右邊這一條直線的斜率 要一樣 那右邊這一條直線的斜率 是1 所以說要求 這個0 這就是b 這我要求等到 要等斜率1 也就是b要等1 那這樣我就曉得什麼呢 a加b加c 頂多少 就-1加1-1 所以答案是-1 1 2 2 2